请允许我详细介绍一下三体这部科幻剧著 首先 三体是一部极具倡议和想象力的作品 小说中 刘慈欣通过描述三体文明对地球文明的入侵和毁灭 深刻探讨了人类文明的本质和未来 其次 三体充满了科学 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部经典的科幻小说 三体 三体是由三体三体二 黑暗森林 三体三 《死神永生三部书》组成的长篇科幻系列小说 三体以太阳文明与地球文明之间的交互为主线 享受了地球文明在与三体文明接触 交流和博弈的过程之中 逐渐认识到了自身生存环境的紧迫性 并试图与三体文明达成妥协 共同维护宇宙和平的故事 三体这部小说的成功在于 它不仅仅是一部科幻小说 更是一部关于人性和人类文明深刻思考的作品 作者刘慈欣通过小说中描述的科技设定和哲学思考 带给读者不仅仅是一份想象力的盛言 更是对人类未来生存环境的深刻担忧和反思 最后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阅读三体 去思考人类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探索宇宙的奥秘 从而拓展我们的视野和胸怀 元素 小说中涉及到了许多前沿科技 如黑洞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等 使得故事更加真实可信 最后 三体还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品 在战争中 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和人性的探索 成为小说的一大看点 总之 三体是一部不可错过的科幻经典之作 其深入探讨的文明 科技 情感等主题 一直激励着我们思考人类未来的走向